好 接下来我们focus转到冬季的流行性重大疾病 在美国现在RSV呼吸道融合病毒 已经变成最严重的危机 全球5岁以下的孩童 每死亡50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人是因为被RSV夺命 他是未满1岁婴幼儿的第二大死因 而在美国的邻国加拿大 也出现了大量这个病例 他跟流感在汉新冠三冠齐发之下 那么澳大利亚呢 现在也提高警觉 在近期他们的新冠肺炎疫情升温 还有邮轮已经爆发了大规模的群聚感染 两名警察接获报案冲进民宅 马上从家长手上接过女婴进行急救 事件发生在美国密苏里州 一名一岁大的女婴因感染 呼吸道融合病毒引发呼吸中止 好在警察及时赶到 实施心肺复苏数将女同救下 全美RSV病例持续攀升 让各个医院绷紧神经 马州最大的医院体系在上周四宣布灾难状态 因为儿童RSV病例只限上升 已经让病床全满 并且扩大影响到其他病人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密西根和乔治亚州 医生表示虽然RSV并非新病毒 每年都会出现 但今年的情况却是前所未见 根据最新数据 全球五岁以下孩童 每50位死亡中就有一位是死于RSV病毒 是婴幼儿一岁前的第二大死因 丹佛一名五岁男童 在参加完万圣节派对后就染上RSV 还传染给自己不到两岁的妹妹 她的病情立刻急转直下 研究到需要住院 女童在近期虽然出院了 但仍然需要带着氧气罩 医生呼吁家长在RSV流行季节 因格外注意 RSV一般只会引起 类似感冒的轻微症状 但对两岁以下婴幼儿 老人和免疫功能低下者来说 却可能引发重症 医生提醒 孩童感染RSV的征兆 包括呼吸急促 呼吸时胸部凹陷 皮肤发蓝 以及嘴唇 舌头和牙龈 出现变化 但除了RSV流感病例 也正在增长 其中耗发于四岁以下 以及六十五岁以上长者 医生呼吁民众勤洗手 做好防护 而在加拿大 多种流行病毒也正蠢蠢欲动 多伦多一间咖啡厅 现在要求员工全部都要戴上口罩 新冠流感和RSV齐发 让加拿大儿童病患大增 沃泰华一间儿童医院表示 已经开设第二个加护病房 并延后许多手术预约 目前政府只有鼓励民众在特地场所 戴上口罩并没有强制 有专家认为这对控制疫情没有帮助 至于澳洲的邮轮盛世公主号 则是爆发新冠肺炎大规模群聚感染 目前已知3300名乘客中 有800多人染疫 虽然大多为轻症或者无症状 但却让近期确诊数明显增加的 澳洲当局不得不绷紧神经 TVB新闻总和报道